伯伯,你膝蓋又快 你換衣服換好了 你還有那個熟的糖果嗎 在這裡,熟的 焗焗好的,還在洗的 這焗焗好的 我們如果在吃 吃清的到熟的,熟的不乾 很方便耶 這個不乾了 燙到 剛剛那個結塊的就這樣 燙比較好吃 燙比較好吃 你剛才在旁邊說 熟的比較好吃 燙起來比較好吃 對,青的又不一樣 這樣嗎 青的味道比較好吃 燙起來比較好吃 有 好 讚喔 看螃蟹 像螃蟹囉 對 好像燙起來像螃蟹 螃蟹白色的東西 有沒有 有那個蟹黃 你拿起來就那種螃蟹白白的 有耶 真的很像螃蟹 我們剛剛蒸好旁邊那個白白的 對,一模一樣 好吃 水煮鍋的臀壺 跟剛剛在海邊生吃 口感完全的不同 沾吃的時候 像布丁一吸就沒了 煮熟的臣壺 像很細的蟹肉 有一點點纖維的口感 不過味道都是滿滿的鮮甜 發哥又拿出海膽 發哥真的是一個好客的人 來 這有點太距了吧 肉好厚 這是肉燙哥最冒險 對 你確定你吃你受得了嗎 為什麼受不了 怕你身體負荷不了 對 你應該吃了 甜 很甜 晃了 那麼大 很過癮耶 好甜好些哦 剛剛吃那個植火 嚴格出來它是有點像什麼 鹹甜 這個一吃下去 馬上就是你知道 甜到跟果汁一樣的 對啊 好吃 厲害 好 這麼多你可以介紹 可以介紹 你介紹的就是 帶魚煙 帶魚煙 帶魚煙有名嗎 有了有了 帶魚煙 這麼肥美的海膽 大家一定要自己來品嘗 大信魚港是很多海鮮餐廳 跟饕客朝聖的地方 這裡每天中午 都會有漁船帶著新鮮的漁獲進港 經過我的一番了解 漁獲新鮮度跟價格 都是令人感到開心 這檔嗎 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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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 你那個 你那個是自己弄的嗎 對,我自己弄的 幫我擦涼 好 好吃嗎 怎麼Q啊 它不是Q在軟綿耶 外面那個很Q耶 很軟又Q 鹽形味道很好 OK,我要介紹這個給你們吃 這是什麼 這是它中間那一條 有沒有 骨髓 應該是骨髓那種的 骨髓哦 對 對 應該是 對 Q嘛 但你剛剛想算沒有吃 應該是像骨髓的一種 很好吃耶 好吃 又軟 然後裡面的骨髓又Q 對 它有膠質耶 好吃 你說你自己做的 你自己一個人做 一個人做 一個人做 可以去看一下 這是附近嗎 在附近 在附近 對 收走就走了 你有看過 你現在就可以收就可以走 晚一點啦 太早了 我想說做生意可以做到這樣子 好,我就是看你怎麼樣 做這個鯊魚 好不好 你有看過人家做鯊魚嗎 我沒有 我有看過人家煙燻 我有做過 但是到底怎麼做我整齊 真的哦 好,我就是要你那邊 你可以 到時候寫好的書 不可以在我旁邊賣嗎 其實不瞞妳說 好 那邊還空著嗎 沒有,這有難了 我有 那就沒有辦法 這個鯊魚鴨 有意思 一口咬下去有四層口感 剛入口是彈 接下來是軟 然後咬著咬著 有軟骨的脆 最後整個混合成綿密的鮮甜 太厲害了 大喜運港真是我虎長龍 我在這裡提醒大家 要搶到最新鮮的漁獲 一定要在中午左右來 好 鯊魚 可以直接吃哦 是啊 好吃的 好吃 我們剛剛 很新鮮的都很好吃 都是三星尼的鮮魚 真甜 甜嘛 這好甜哦 那是什麼蝦的 這個葡萄蝦 這很新鮮的 那個醃漬蝦 這是醃漬蝦 台灣沒有醃漬蝦 醃漬蝦 這是什麼 那個葡萄蝦 那個大叔的 這就是 這就是 剛抓回來嗎 對 剛抓回來 這個啊 這個就吃 吃就要吃這個啊 那我吃下去 但我可以吃 怎麼樣 你行嗎 像甜甜 甜甜在討厭你 真的假的 好甜 這是什麼 白手蝦 這是什麼 白手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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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白手蝦 因為白手蝦 這個都可以吃吃嗎 對啦 我們都吃鮮豆 白手蝦 這個更脆 不得了 鮮甜的味道好脆 這是什麼 這又不一樣 這是什麼 骨頭蝦 脆的 這個 來 那隻就給你出來 來 摔過來 脆的 這什麼蝦 胡桃紅蝦 胡桃紅蝦 這隻蝦 好吃 都好吃很甜 都很好吃 真的嗎 很甜 很甜 那個 很甜 都好吃 很好吃 新鮮的好吃 葡萄紅蝦 對啊 這個鮮肉都是鮮肉的 看 它味道比較重 比較重 那個比較 外面是 三種蝦都好吃 有酸味的 如果你喜歡吃日本料理 你吃個它 你喜歡吃日本料理 因為日本料理 有時候會去吃什麼 增田蝦 吃海膽 我跟你說 來這邊 這裡就有 大雞港 吃了一肚子海鮮之後 跟福利要來準備 做一道菜 我們跟港邊 海鮮餐廳的大姐 借了廚房 要做什麼呢 在做的這個是 蒜酒 那我今天就用 苦吐魚 我用苦吐魚跟這個 鹽汁蝦 來做一個壽司 但是比較西式的壽司 有點像閃壽式的概念 那差不多 你看那個蒜的顏色 稍微有點變得瘦 所以先放辣椒 它有點變色 有沒有 然後就把九層塔放進去 這樣的話 橄欖油跟蒜 就充斥在這個 所有的油裡面 你像這樣 剛剛進來不是有這個 沙的聲音嗎 現在沒有 再把這個油溫又降下來 那你現在仔細看 蒜的地方 你現在聞到這個蒜香味 有沒有 這樣子 有一點點 那可以再稍微焦一點 你就再放回來 再加熱一下 現在開始又有一點冒泡泡了 有沒有 你再拌一拌 這樣就差不多了 我就可以把它倒出來 我現在把蝦子擺上來了 那接下來把土豆魚擺上來 這個是土豆魚 因為在這個地方 你吃這個飯的時候 稍微切開 它就有蝦跟土豆魚的味道 都會不一樣 那你土豆魚就可以上來 放在蝦上面 增加它的豐富度 大家比較少機會 吃到土豆魚的生魚點 所以我會覺得 今天剛好在魚掌了 它的鮮度很夠 那光是這樣子 其實土豆魚的味道 是壓不過醃脂蝦的 因為這樣很甜 所以你這邊用噴槍 稍微噴一下 顏色也好看 把鹽胡椒也上去了 因為我們剛剛沒有調味 這個時候就把蒜 為了 橄欖油 它整個呈現那個油脂漿 會讓你待會兒吃的時候 會覺得可惡 喔 然後來巴薩米粉 然後這邊有類似像蝦 這種東西 好 我的部分已經做好了 這個菜名呢 義式蒜蝦大溪港霜味 好不好 就這樣 我的這道義式蒜蝦大溪港霜味 有蒜的香 蝦的乾 還有飯的飽足 其實真的不難 只要有大溪港的超新鮮醃漬蝦 就不太容易失敗了 調味的重點就是不要壓過海鮮 本身的海味 然後用一點點的酸跟辣 保持口感的清新 福利要做什麼菜呢 現在來到漁港對不對 對 我做一個漁夫的海鮮湯 好 好不好 那我剛才這個蝦 這個甜蝦 這個蝦頭 我去練個蝦湯 做個湯 我現在要把這個蝦頭 壓一壓 把那個蝦頭的味道 炒出來 這邊要炒 魚夫湯的料 就先下洋蔥 然後那個 有一點香酥 可以放下來幫你拿 這邊的蝦頭 你一定要把它炒到 它上次的蝦的味道出來 沒有炒透的話 它會是蝦子的腥味 這個蝦頭你看 蝦油出來了 冒泡泡 它這個蝦味怎麼都出來了 我們就加水進去 稍微蓋過這個蝦頭就好了 我們這邊進去炒 蒜頭 加一點辣椒 順順 紅毛筍 進來 番茄 炒透之後 來香菜和九成塔就進來 義式綜合香料 撒一點 這裡好了 進來 我們讓它稍微煮一下 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把這個所有的味道 都融合在這個湯裡面 最後 我們這樣把我們這個 五多魚放進來 不要開太大的火 就讓它有點像用泡的 把它泡熟的 這樣這個魚肉 才不會那麼的柴 我們就把它填一下 丟進來 橄欖油填上來了 好 這樣 我們就可以盛盤了 福利的漁夫海鮮湯 不只有滿滿的海味 還有早上剛採的紅毛筍 蝦子的鮮跟筍子的甜 非常的和諧 筍子的脆口 更是讓海鮮湯 有更多的韻味 既然進了人家的廚房 我們就請惠姐來評鑑一下 好 兩道菜 吃完這個好了 留在這裡 這裡慢一點 一隻 我們剛剛在看 看你在煸那個蒜頭 我以為那個蒜污會搶過 蝦子的甜味 沒有 沒有 好好吃 因為它蝦子的色澤很夠 你知道 然後它蝦子的 因為蝦本蝦的甜度很好 它有一點點辣 還有一點飯也吃起來 然後這是橄欖油 所以吃起來不會那麼膩口 這其實是土豆魚 對 所以稍微噴一下 就多加進來一個香氣 所以它的香味來 會從蒜 跟從土豆魚來 它甜蝦本身就已經夠甜了 對 所以吃起來那個 直接整個才對 就講這個味道 對 它是有別於我們吃到的生魚片 凍也好 或是日本料理的吃法 它是用義大利式的 要煮這燈嗎 這個湯 這個概念就是像那種 在漁村旁邊 他們有什麼食材 就把它做成一個漁夫料理 這個湯一樣的意思 對啊 這個魚就是土鍋魚 這個漁港拿來的 它這蝦子 你吃吃看 它有這個筍子 好 然後喝這個湯 它甜嗎 不錯 口感很鮮 就靠這個 這個精華就是那個蝦頭蝦殼 去煉的蝦湯 下膠到下膠了 我好像在翻譯 這樣 人家就快點動了 然後那個甜蝦一樣 最後再丟下去泡就好了 甜蝦 最後再丟下去泡 好像是甜蝦 對 這樣比較不會 不會老 不會老 甜蝦沒奶水 好 嫩 好 很香 好 因為天下你如果煮就而已 就是我自己看得多 你表達比較老 對不對 要點你 你的私房菜 對不對 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是 南方澳的安寧漁港 對不對 為什麼會來這邊呢 因為其實要來這邊找黑尾魚 你一定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不是東港 其實大家大部分的人認為黑尾魚都在東港 這個地方 也是有黑尾魚的 而且重點是 今年台灣的第一隻黑尾魚 是從這邊上岸的 同樣是盛采黑尾魚 但南方澳這邊 不是是宜蘭人生性低調 還是今天下雨的關係 現場氣氛看起來似乎沒有東港熱絡 更感覺不出這裡是2019年 第一尾黑尾魚上岸的地點 不過話說回來 第一尾的意義在哪裡 為什麼大家都想爭第一呢 第一尾是你們標到的 對 一百四十幾萬 所謂這個標到 你就要付現今年嗎 當然啊 三天就要付 三天喔 付年餘位 所以你們在標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餐廳委託你們去標了 對 不是說你們標完再去找麥子的嗎 今天不是聽說 也有六隻黑尾魚進來嗎 對啊 我們也有標一隻 今天比較標比較便宜啦 一千多元 之前呢 之前那個標七千 第一條標七千 因為是第一條 對 因為沙是第一條才會 真的喔 那今天標到的 你有賣到餐廳嗎 有啊 他一直有拿 你標到之後 你沒有留一點自己賣嗎 有啊 我們就留一點自己賣 在哪邊 這個都是 這是今天標到的嗎 對啊 哇 欸 漂亮耶 這個是中庫 好 這個你們怎麼賣 這個我們賣一間近四千 四千而已 他說四千而已 那個鞋蛙比較貴 鞋蛙差不多一萬塊 好 真的是中庫而已 好 白白都是黑尾魚 第一尾跟第二尾的差價 竟然是天壤之別 在深入了解之前 我們先好好逛逛這個漁市場 說不定有其他新的發現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蝦 請問這是什麼蝦 金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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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人家要餐廳要用的 餐廳要用 這個貴還便宜 你看這個 我們公斤350而已 350 一公斤三百五 我們要剝很久了 你看我們這樣剝 這樣大概四千 如果沒有剝帶殼多少錢 可以剝很便宜 70 所以這個是吃人工嗎 對 來了 這個可以吃啦 對 真的很甜 很甜耶 雷蝦很甜 你現在買去就不用墨汁了 不用墨汁 不是啦 他就不是吃蝦的啦 對啦 沒有 只要做料理 怕蝦啦 這麼說的 說起來不對 我怎麼會害你 這個沒有蝦 就沒有人吃蝦的啦 沒有啦 你拿電腦 當然不能吃蝦 所以放水可以吃 包餃子啦 包餃子可以啦 有餛盾很好吃 餛盾 這個有很多 夏天才有 千年都有 千年多一點 夏天比較多嗎 夏天比較多 夏個月來 你就會看到 滿街都是這個 對 我覺得這還不錯 聊到天 他就是你知道 都不斷地有在補貨 你撞 你撞 金蝦蝦 一般都是做成小蝦米居多 平常很難看到 像這樣子新鮮上岸的圓形 雖然小小一隻 但他在一般家庭料理中 可是擔任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熬湯可以讓湯頭更甜鮮甜 拿來煎 煮 炒 更能夠讓料理的色香味更具全 舉一個例子來說 各位婆婆們 滷白菜要是少了金蝦的話 那會是一場多大的惡夢 就它 這個叫什麼 叫蝦餅 蝦餅是不是 對 我剛剛在漁港那邊 看到有人在剝蝦子 對 所以你這個是有 是他的時候剝的蝦子 金蝦對不對 但是我看你沒有剝對不對 對 是我的粘殼 妳沒有粘殼是不是 我可以吃一顆看看 這個就這個嗎 這個對 好 這要沾什麼還是什麼 鹽味就很好吃 鹽味就很好吃 三個人都是加胡椒鹽的 本來以為那個蝦米 大概就是我們平常看的 那樣子 就像是打這個樣子 我想應該很多人吃過來 我比較土 我沒有吃過 所以它是有放地瓜 對 甜甜脆脆 地瓜 甜 蝦子的那個脆感 就是炸天啊其實不是薄喔 算厚 蝦子的殼也不會讓你覺得 各牙不舒服 難怪你會大排痛 今天恰好碰到了下雨天 錄影雖然困難了一點 但也因為下雨 所以金鉤蝦餅 不用排隊 不然平常不排上個二三十分鐘 是很難吃到的 說著說著 你看看喔 排隊的人這不就來了嗎 我們還是趕快來了解一下 每年的第一隻黑鮪魚 為什麼這麼重要 還那麼貴啊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尾嗎 這個是第一尾的 它是三角互肉 有耶 夾都夾不起來 好像吃回豬有一樣 但是不一樣的是它的甜度很好 它的甜度好啊 但我很怕無情 飆到第一尾黑鮪魚對人來說意義很大 因為我跟你講 我們的老饕 整年都是在捧我們的場在照顧我們 那我們當然要飆第一尾給他們嘗鮮 每一個人他吃到第一條就特別喜歡 但是第二尾也可以啊 第一尾啊 這個名氣比較高啊 然後第一尾有加碼 所以你看第一尾一含就七千塊 八千塊 第二尾就差不多剩下兩千塊了 然後今年 有一種儀式感 對對不對 其實很多時候的儀式感很重要 對不對 開春的第一炮 或是像是春雷 平地春雷一升級 第一響就是覺得就是不一樣 對 它吃起來其實說實在 它的咬下去它那個油脂感 我想你常常在吃 透露的人都很清楚它是怎麼樣 但它就是一個儀式感 吃起來你就覺得 它有一個魚肉的香味 有啦 魚油甜嘛 魚的脂肪本來就是帶甜味的 這是眼睛耶 眼睛對 眼睛不好弄 眼睛它是 這個是用照燒的 照燒 我最喜歡吃哪一塊你知道嗎 就是這一條 它有點像牛肉煮到半斤半肉那種 對 讚喔 好吃 好吃 不會有熏味 不會完全沒有 所以說應該這樣講好了 雖然說是儀式感的一種 標第一尾的黑鮪魚 但它還是有風險在 一定有風險 要不是因為說 要回歸給客人 對不對 另外一個很不錯的廣告 其實也不見得說 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只是做這件事情 大家都很開心 所以不管說是第一尾 第二尾 或是最後一尾 其實對他們來說 都要品質好 品質最重要 那當然第一尾它比較特殊 它畢竟是一年的第一尾 所以 可能會多花一點點錢 去告訴我的客人說 第一尾黑鮪魚 我不要到 來來來 趕快過來 趕快過來嘗鮮 來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這樣子的速度料理 吃飯囉 炭蜈蟡魚 炭蜡魚